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首哥哥,我是首哥 今年 WWDC 2023 除了發表作業系統還有 Macbook 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更新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注意到 也就是 AirPods Pro 2 即將在今年秋天推出四個重要的更新 而這四個更新也被稱為 AirPods Pro 2 有史以來可能改變聽覺體驗最大的一次更新 首哥就來帶大家看看這四個更新是什麼吧 第一個是適應器音訊,也就是 Adaptive Audio 這功能是專為 AirPods Pro 所打造的 以往我們在使用藍牙耳機的時候 主動降噪或者是通透模式只能二選一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手動來切換 適應器音訊它就是把這兩個模式做一個動態的結合 我們都知道主動降噪模式會降低耳機外面的環境噪音 讓你聽起來空間非常安靜 通透模式則是會讓耳機外面的聲音穿過耳機 讓你可以聽得到 這個適應器音訊它這個新的模式 就是會自動根據你所處在的環境 去不斷地去偵測調整你這個主動降噪模式 跟通透模式之間的搭配 在整體使用上它可以做到讓你非常無感 你甚至完全感覺不到 AirPods Pro 正在調整這個適應器音訊 AirPods Pro 2 現在其實已經有一個 自適應通透模式的功能 這個通透模式和傳統的通透模式不一樣的是 它不會讓所有的外部噪音直接進入耳朵 而是分析環境的噪音 判斷哪些聲音要在耳朵內被放大以後 才會把聲音播到耳朵裡面去 那這樣子可以避免噪音傷害耳朵 而且可以讓你安全地聽到重要的環境噪音 第二個則是個人化音量 AirPods Pro 2 利用機器學習的功能 它會去學習你在每個使用環境 或是這個環境條件下的聆聽偏好 比如說你可能走在路邊聽音樂的時候 喜歡用什麼樣的音量 或者是你在講電話的時候 喜歡用什麼樣的音量 或者是你在邊聽音樂 邊講電話的時候你喜歡什麼樣的音量 反正它就是會透過這個機器學習的方式 去找到你這個人最喜歡的聆聽偏好 根據你的喜好去做音量的調整 第三個是對話感知 叫做Conversation Awareness 這功能很特別 當耳機發現你在說話的時候 它會自動調低音量 但是它不是單純的調低音量這麼簡單 首先它會增強你前面的聲音 也就是說耳機它本身可以分辨這個聲音是從哪裡來 你面對面講話這個人 他的聲音會被加強 甚至他左右兩邊一個範圍內的聲音會被加強 但是你的左右兩邊或者是你後面的這些噪音 它會幫你把這些噪音抑制住 也就是說你在戴耳機的時候 如果說突然有一個人跟你講話 以往我們都可能都要把耳機拿下來 但是有了這個對話感知功能以後 你不需要把耳機拿下來 只要AirPods Pro 2聽到你在講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整這個耳機的收音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增強你前方的聲音 而且會降低其他周邊的噪音 讓你講話可以更方便 而且不需要在耳機拔來拔去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說 怎麼一直聽不到 第四個更新是比較小的更新 它主要是要強化你接聽電話的便利性 這個功能叫做靜音或取消靜音 這個功能推出以後 如果是AirPods Pro的話 你可以按壓它這個耳機柄 那如果說你是AirPods Max的話 你可以按壓這個數位旋鈕 就可以快速的設定靜音 或者是取消靜音 那蘋果預計在今年秋天就會開始發送這個更新 這個更新呢 它是屬於純韌體更新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買新的耳機 就可以擁有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四個功能 那目前如果說你有Apple開發人員的帳號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AirPods Pro更新到6A238H這個版本進行測試 那當然前提是你的iOS必須升級到iOS17以上版本才能下載更新 那不過如果說你沒有這個開發人員的帳號的話 因為這個帳號是需要付費的 大概免費差不多是3000多塊 所以如果說你不是開發人員 以及你沒有開發人員的帳號的話 那首歌是不建議你特別為了這件事情去花錢啦 畢竟秋天Apple去發送這更新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下載來使用啦 關於這次AirPods Pro的更新 不知道大家覺得感覺如何 首歌自己是覺得這次的更新真的會大大的改變了 我們原本使用藍牙無線耳機的這個體驗 因為我們常常會需要切換模式在那邊點啊 或者是常常要把耳機拿下來 那一拿下來就不小心掉在地上 輕則摔傷、重則掉水溝 這個都是有人發生過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的更新有什麼期待 或者是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你目前在使用AirPods的時候 有覺得有什麼功能是覺得非常喜歡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去一起討論 好,那今天的更新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小鈴鐺開起來!掰! 按讚、炭店 Foz子 極 alg科威